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沈周呢 它是一个那种上调眼 所以把阴影画成这个样子 接下来是另一边 鱼粉稍稍画一点点山根 接下来换一个刷子 占取这个颜色 大面积的涂抹在眼皮上方 作为打底色 换这个深一点的颜色 来晕染在眼皮后半段 注意把眼尾上调 接下来是另一边 大概呢就是把眼睛拉成这个样子 继续用洒刷子 沾取一点这个珠光色 这个角色呢 它眼睛卧残没有很大的存在感 不知道为什么画卧残的时候 必须要嘴巴张着一点画 不然的话就感觉 总觉得是哪里不太对 画一个不是很明显的棕色眼线就行 画眼线真的使我恐惧 给我不对称的眼睛 贴上双眼皮贴 画这种男孩子的妆的睫毛 不用刷的特别翘 只要让它有点存在感就行 再来刷一下下睫毛 开始画眉毛 给小伙伴们看看这次妆容 准备用到的这个花西子的 奇眉童心装匣 我特意去查了一下这个外观 师傅客的明代诗文密码所的工艺 这将汉字转动成特定诗文 方可开启 首尾是病地连 中间的纹诗是细节连理纹 这做的真的挺诗意又浪漫的 来看看里面 龙凤和明对书 书子 结发同心 古代呢有自己的爱妻是发妻的说法 送书子有白头鞋老长江厮守的意思 接下来是小连蓬砍刀眉笔 话说在古代的时候 表达夫妻恩爱浪漫的活动 就是丈夫弟妻子苗眉 有张场画眉的典故在 而且一直以来都有举暗取眉 来形容夫妻之间不相敬爱 情色和明的关系 哇哦这也太浪漫了 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一支 小连蓬砍刀眉笔来画眉毛 这个眉笔挺好上手的 下笔流畅 很适合画根根分明的眉毛 颜色也很适合配黑发 那些深色的头发 很自然 笔身还是金属的 很有质感 有一点点重量 上脸会更稳 很适合新手 还有替换心相当于两支 男孩子的眉毛呢 不能画得太细 眉头用他这个基带的眉刷刷一刷 画眉毛呢 注意是眉毛下缘颜色深 上缘颜色浅 眉毛颜色最深的地方呢 其实是在它的中段 而且最好这个位置呢 要让它有一点点眉峰 再来上一点点腮红 腮红呢 就扫在面中 比较有那种少年人的感觉 然后是另一边 过渡一下轮廓 最后一个呢 是做成童心锁样子的口红 寓意就是永结童心 整体看起来很精致 口红上面居然还有妆场画眉 口红色奥是M211朱砂锁 是一支挺百搭 不调皮的暖调红 质地呢 是这种丝绒哑光质地 虽然丝绒哑光 但是上嘴也不拔干 总体来说 这个妆侠实用性也很不错 而且寓意实在太好了 真的是七夕情侣虐狗 送礼大杀器 给我们单身狗 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是我哪个妹妹能抵挡的料 这么长得好看 又寓意深远的礼物呢 我实名酸了 这样呢 整个妆容就完成了 巴拉达二下变身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小伙伴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